到了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可能年龄可能身份会变化 一变化呢 种种象征啊 可能在马爷在我身上都出现 第一个是幸运高涨 今天你们帮我这妹妹断一断 就说我觉得他呀 这两年呢出现了一个变化 就添了一毛病 就是爱哭 你知道那天呢 他送给我他这本书啊 我也是半夜里躺床上看 咱都不看内容 光看封面的嘛 我看看 我说这鲁豫拍照 怎么能眼寒 就是眼睛刚好在眼眶里啊 但是我仔细一看 你见到没有 他这一滴眼泪流到这儿 这我觉得这正功夫 就是说 当然你的脸长短正合适啊 但是我一下想起那个相声里边 说那个苏东坡的妹妹苏小妹 去年一滴相思泪 今年方流到嘴边 你瞧 你能把眼泪 哭直到这儿 这眼泪我还真的是流了不止一年 我就是流了十年的眼泪 怎么讲 就是我过去不哭 现在哭了吗 那不就是十年一滴相思泪 今年方流到嘴边 你们给我的妹妹诊断诊断 他现在就是 哎呦一采访啊 动不动就哭 你比如说啊 好像那天采访那个霍建华呀 什么的 人霍建华就说了一个 跟林青如好了以后 就跟粉丝们就公开了嘛 说终于可以我们俩手拉着手逛台湾的夜市 什么都不用惧怕 他就哭了 基本上 说点什么就哭 我是搞心理学的 我大学的本科 这个他说那个 这是生理因素 有一个临床心理学的用语 FTP 简单来说 叫大佬某一个区 到了某一个境界的时候 可能年龄 可能身份 会变化 一变化呢 种种象征啊 可能在马爷 在我身上都出现 第一个是性欲高涨 实欲减退吗 实欲到他 老师没告诉我 老师就说性欲高涨 然后呢 就感情充沛 那其中一个就是容易哭了 你控制不了的 马爷 你现在觉得你爱流泪吗 我比年轻的时候愿意流泪 真的 那么年轻的时候人哭 大部分是委屈 虽然大的人哭 他大部分是感动 对不对 你自己想就这么回事 年轻的时候 你不是领导批评一顿 也哭一鼻子 爹妈一说什么 你觉得委屈 你觉得我做的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为什么还说我 就哭了 我是年轻的时候没哭过 我是深刻的反思过这个 我是17年 具体说是17年开始变得爱哭了 我以前很着急啊 就做节目你知道 就比如说你嘉宾一哭 他们俩哭 咱俩不哭 就显咱俩很冷漠 但我是真的 只要是有人 我真是打死都哭不出来 可是私底下我是哭的呀 就跟你一样 但是什么时候 没羞没臊 我当众哭了 我就是17年 突然我可能就是一个 慢慢的你自己不知道的 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就你可能自个儿就放下了 你记得你记得第一次吗 打开的第一次吗 反正就慢慢采访当中 我就开始 首先我开始敢表达自己了 以前比如熟人在一起 别人说一个什么话 我不爱听 我可能就忍了 或者我想说我就算了 我老怕让别人觉得不合适 后来发现老让别人觉得合适 我自己太不合适了 这事有点不对了 后来发现其实也没什么 谁也不是指胡的 你知道他现在说出来的这个词 就是说现在不是还流行一个词 叫什么胡一怼吗 怼 咱们这节目的嘉宾 我发现多是讨好型人格 好几个嘉宾都在说 我这个人就是老怕别人不满意 就好像在一群人当中 别人都是那么热情澎湃 那么性情中人 我老是觉得说话怕别人不高兴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人我不知道是跟 年龄有关 还是跟什么有关 就会突然有一变 你知道过去有一个叫什么衰年变法 或者画家就讲老年变法 或者说很多人讲 年轻的时候激进的人 到老了会保守 那年轻的时候 特别缩着的人 他会在中年的时候 突然间他就改成一个 非常激进的另一个范 我是记得我小的时候 我是特别愿意说话的 后来慢慢我突然觉得 人不说话显得高级 我经历过这么一个时候 我觉得好多尤其好多女孩 就是一般比我说话特别兴奋 说好多 然后看有个女孩就不说话 我觉得那样特高级 我有意无意 其实在我觉得我要像这样高级范走 这是一个初衷 但慢慢因为我们所处的 这个舆论的环境 你说话你说得多 言多逼是容易被别人骂 然后加起来 你慢慢慢慢就不说了 后来发现高级这事不行 做不了 香港就把沉默当做深度 你不说话 让别人就看起来有深度 我这把肉麻当有趣 他这个这种高级 他说的高级的这个沉默 我们过去不是 我们那时候 我年轻的时候 那都是特别爱说话的人 一呜的人说话 就永远是几个声叠在一起 然后还有这样呢 就是说出说就有人急了 就一下他就摁着你的腿说 你还不让我说话 我就走了 他不在你这屋里待着了 就是你们太能说了 不给我一个说话机会 所以每个人都特着急的要表达 人的心里有个本能 就是受到伤害太大 你绝对承受不了的时候啊 就像紧急包扎 就把它压进潜意识 有时候你在一个场合中 它是有压力的 它有很多人都在 别人都在哭了 你好像很冷漠 其实不是你冷漠 你心里跟他们是一样的 但是你没法表现 你表现不出来 你一着急就更完了 就更没有了 对吧 就没了 所以我们年轻时候 因为这个教育在这儿 所以我就不记得 我什么时候 就是痛哭过 就没有过 我 你看我爹去世 对我是重创 跟我爹感情很好 他走得又早 他走的时候 我四十多岁 他走了以后呢 就我都没有哭 我什么时候哭的呢 是我去取他的骨灰盒 这个有点太 就是过不去 就是你去取骨灰盒 那些所有的工作人员 都是按照程序走的 把东西摆 搁到柜台上 然后你一抱着这骨灰盒 马上就不行了 马上就不行了 就这种哀伤呢 我想人一生中不会有几次 那是从内心的彻底的哀伤 就是我跟我爹是阴阳两隔 就隔在这儿了 这是我现在能够回忆起来的 这个事已经有二十年了 二十年了 您说这个 我就想起 我有一种是滞后的眼泪 这个很有意思 我看过一个科学家 他写的一个自传 他非常有意思 他就说跟他一辈子 白头到老的妻子过世了 然后他那个自传里 自传这个结尾就看着我感动 他就说他说我太太就死了 他说我跟人呢 就说非常理智的 他说甚至都很冷漠 就是该办什么丧事 办什么丧事 完了收拾好他的遗物 重新搭载房间 我开始我的生活 他说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说是不是因为我是从事科学工作的 说我怎么这么样的 对一辈子的一个老伴啊 无感简直是 那个书的结尾就写到 他说但是半年之后 有一次我在灯下独坐 从一滴眼泪流下来 到一发不可收拾 他才知道啊 就当人啊 受到绝大的这种 失去痛失的时候啊 甚至有可能 你当时心理学上讲 有一种行为啊 叫包扎 当年汶川地震 他们做心理辅导的 那个医生就讲啊 说你看有些人 全家都死了 这个人在街上失神 而且跟人说起来 就跟说别人的事一样 他说实际上 你不要以为他没受伤 人的心里有个本能 就是受到伤害太大 你绝对承受不了的时候啊 就像紧急包扎 就把他压进潜意识 但是那个东西 可能在很久之后 我就说这个 这种滞后 我听您讲这个父母 我就觉得有一次 就是我那个时候在深圳住 我的爸爸妈妈 在这个深圳住了半年 你知道其实是很心酸的 你年轻人想跟老两口一块住啊 真住的一块啊 整天吵架 没法过 于是呢 又不得不把他们送回 石家庄 就你们回去吧 回去呢 我就说 我说 咱们那个一辈子没坐过 头等舱 是吧 就坐飞机都没坐过几回 我说我一定要给你们 坐一回头等舱 然后俩老伴呢 背着那个 那个背囊 我就把他们送到那个 深圳的那个飞机场 安检那个地方进不去了 你知道吗 就是我只能在这看见他 看着他 你知道深圳飞机场啊 你那个头等舱有个休息室 进去之后应该拐弯 他们哪知道 没坐过啊 哎呀 我就觉得亮亮呛呛呛 背着个包 就往那个 往前一直走 我在喊 我说那边有休息室 那边有休息室 听不见呢 呱呱呱呱 就这么 就走进去了 哎 我就叹口气 后来我就打车回来 我当时也没什么 但是呢 就打车回到深圳的时候 我自己 我自己第一次流那种泪啊 就是我不知道我流泪了 我突然觉得这儿有水 我这么一抹啊 满脸都是眼泪 你就 我不知道眼泪 是什么时候流下来的 就这种 在我一辈子里边 就出现过这一回 为什么哭是好事 你哭的话流泪 你把有一些毒素就排掉了 你通过哭是种释放 我现在回想 我这么多年 我一直 我没有人 我各种哭 什么事都哭 有人绝对不哭 我就觉得是因为 我没有安全感 我怕别人看到我流泪之后 因为我的眼泪 就会知道我的很多事 弱点 我本能的不想让别人 知道我的事 保护嘛 对 我总觉得任何人的事 你放在什么聚光灯下 就被人一放大镜一看 根本经不起推敲 然后 我觉得是因为 我对我自己 没有这种自信 然后自我认知比较低 我想 有一个比较安全的距离 我觉得潜意识是这个 那你怎么就变了呢 慢慢慢慢 就你昨天有一个 一个释放的一个渠道啊 为什么哭是好事 你哭的话流泪 你把有一些毒素就排掉了 你通过哭是种释放 对我来说有两种哭 就马爷刚才说 一个人就没有人的时候 放声痛哭 我有一次就前不久 那种哭完全不是因为痛苦 就因为你累 我录像完那次录完演说家是 到家大概半夜两三点钟 就纯粹累 我一进家门就在那 就哭了很长时间 但那纯生理的 可是哭完之后 你就舒服了很多 然后就想我上一次 因为特别累哭 是当时坐早班车 就累得要死那会儿 就是我有过这么两次 然后再有因为是那种 你是感动也好 伤心也好哭 就是前不久 因为我们节目好多好多年 好多小孩发了很多 这些年照片 17年 就是我各种感慨 就这种哭 他其实也特别释放 他特别特别释放 他说的一个累的这个哭 这个华盛顿邮报都登过 就是说哭的第一个原因 很多时候 就是你累了 这种呢就是 而且还说 你像他那个时候 坐早班车嘛 我们讲就是 我说你就跟香港农民一样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是几点钟就睡了 反正老大爷怀疑我 做的不正当职业 没错 那个时候 因为没有人 那个大半夜出去 然后回来时候 已经是农庄厌抹了 就觉得 早上四点就得起来 报早班新闻 那个时候我不敢 没有个七点七点新闻 四点钟起床 他四点钟起床嘛 那时候我为什么不敢惹他呀 我一惹他 他说文桃你小一点啊 我明天早上给你打电话 告你我起床了 所以为什么就说这个哭啊 我老是说有治疗作用 在我的这个朋友当中 有一个党 我把他们称为哭嗨 就哭嗨党 哭的那叫一个痛快 你以谁为代表 孙勉吧 孙勉 封心城 就是新周刊的那一帮人 都是喝完酒之后吗 喝完酒之后 反正为点什么理由都行 如果有人 有人做了一首诗 他就哭 然后你知道有一次 他们到深圳 在一个酒吧 在一个酒吧的一个包房里 这么十几个大老爷们 你知道吗 就在那哭着给我打电话 我以为出什么事了 我当时住在深圳 我说出什么 我赶快去吧 我一进门 那个包房 我的天哪 所有的人哪 哭声震天哪 就是全在哭 问题是俩女服务员 坐旁边也哭 我说你们哭什么呀 他说 这堆大老爷们 哭得这么伤心 我们看着也不老忍 女服务员 不为什么 就随便找点什么理由 比如就是喝点酒啊 一说起什么 后来我问他们 我说你为什么这样 他说这个完了之后 神清气爽 这个是一个清洗 是一个清洗 我现在突然记得 我第一次看到大人哭 就我小时候 因为我奶奶带大的 我记得是76年 是毛主席去世 还是总理去世之后 当时大家不都哭吗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我奶奶掉眼泪 那把我吓坏了 你想一个小孩 我当时才六岁 可能都还不到 那你没哭 没陪你哭 但是我奶奶对我来说 她是 她是我的靠山 她是我的天 然后我奶奶是不可能哭的 然后有一天 她就红着眼睛 就哭成那个样子回来 我就突然觉得 好像我的天 要塌特别恐惧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会觉得眼泪 可能她是某种 对我来说 是某种负担 还是某种像生活的重担一样 就是会有一种压力 可能我们这个年代长大的男孩子 我觉得你们说 你怎么能跟马爷算是一个年代呢 我老跟马爷 我看着马爷嫩的行吗 就我就 不是我们小时候看的那种电影 为什么我说我看蝙蝠侠 我都哭 他们觉得是笑话 我告诉你是为什么 你不是超人吗 都哭 就这种好莱坞 就是变形金刚 你知道就靠别人一个蜘蛛侠 我就怎么就能哭 别人觉得这不是笑话吗 他可能就是啊 在这个好人 英雄准备牺牲自己的时候 可能冲着一个坏人说了一句 说你就是你是有选择的 你永远可以选择做一个好人 一撒手 我就哭 而且我知道现在我跟你说 就是说 甭管什么电影 你最近看什么电影哭了 催泪淡的这个效果 我跟你说 没有超过英雄儿女的 你说很奇怪吗 我就说童年的时候的一个泪点 什么叫英雄儿女 你可能香港人不知道 我们抗美援朝 王成是吧 英雄王成 就英雄王成啊 是那个田壮壮的父亲演的 天方老师 就英雄王成 一个人坚守阵地 就剩他一个人了 他那个呼唤那个炮兵啊 但是敌人 向我开炮 敌人不断接近啊 敌人不断接近啊 到最后就要同归于尽了 他头上扎着绷带着 这儿我还记得那个无线电的发泡机 到最后王成扔石头 扔包克筒 全扔光了 最后就是说向我 开始就是说 敌人还有100米 向100米开炮 50米开炮 到最后就是向我开炮 向我开炮 哎呦我现在 那中央台一播这个老电影 我就哭了 我就哭 我怎么 这咱俩哭的点不一样 他一说就 哎最后英雄王成 啪一扑出去 然后马上那个王芳那个歌 就那点什么歌我都忘了 英雄儿女 你说我们心里 是不是有这种英雄主义的 英雄主义清洁 我觉得为国捐躯啊 哎你看 因为我突然发现 你们男的都有英雄主义清洁 有的这点就不行了 我最新一次 因为看电影哭 是那个至暗时刻 就丘吉尔那个 今天的Gary Oldman 是金球奖 拿了那个最佳的 那个男演员奖 你给我讲讲 我是哪一段哭呢 是他当了首相了 然后他太太 他太太叫Clementine 跟他讲 说我在嫁给你之前 那天晚上 我其实有点后悔 我不想嫁了 问题是呢 我在嫁你之前 我已经毁婚两次了 跟别人毁婚 我再毁一次 婚不好意思了 我为什么会有点后悔呢 因为我明白 我嫁给你之后 无论是我 还是未来我们的孩子 在你生活当中 永远排第二位 你永远会把英国人的福祉 放在第一位 说但即便如此 我以我的方式接受了 后来我们的孩子 也以他们的方式接受了 哎呦 那一瞬间我就受不了了 那你是 就是我是觉得 我就是这个女的 可能就儿女情长了 我没想到那种家国情怀 我就觉得一个女人 在那个时候 她够爱一个男的 那她这一生 她就明白 我永远在你生活当中 是第二位的 我这一辈子爱你 永远多过你爱我 但是我就认了 当然因为那个人丘吉尔 后来我当时我就问我自己 如果那个人不是丘吉尔 我愿不愿意 如果是文涛呢 我想我也就认了吧 我跟你说啊 内在的旗帜一眼 我们是男性英雄主义 你这个其实也是一种牺牲 这个不叫英雄主义啊 她是为了 这个女人为了爱啊 等于说为了一种爱 让你感动的东西 也是这样啊 就是她自己做了牺牲嘛 自己做了付出 但我总觉得这种小情小爱 比不过这种家国情怀 英雄主义 我没有这种家国情怀 我最那个最最最 借地气 什么向我开炮 我只有我向你开炮 这没法聊 没法聊 我跟你说 但是你看说香港人英雄本色 他就哭 英雄本色很感动人的 很感动人的 未经许出品